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 非常非常好的学区的一套小庄园 这个小庄园的占地是1.2个acre 但是它是1984年建的,所以它并不是很新 在这个小庄园附近的一些邻居 我们这样往那边看,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后面的这个邻居,他的房子就比较新一点 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那时候翻建的 然后他隔壁的一套房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看太轻哈,这种就是新翻建的 也就是说把以前的老的小庄园推倒了重新盖的 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会推倒了这样比较好的豪宅呢 就是因为税非常的低 这个房子的占地1.2个acre建大房子绰绰有余 并且这个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水塘 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 而且呢这个房子的是没有物业费的 所以说税率只有2.0 房子占地又大,学区又好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选择 那现在这个房子的报价是699,000美金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税率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入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一斤,我们现在看这个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占地1.2个acre的小庄园 税率非常的低 然后在它隔壁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翻盖出新房子了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你看它隔壁这一套 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 像它隔壁的这一套就是刚翻盖的新房子 是一个比较大比较漂亮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就价位比较好 699,000美金的报价1.2个acre 然后你看它现在对面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它是九几年的房子 比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要新 我们这个是1984年的房子 但它后面呢有非常好的景观 然后并且占地又非常大 您看我从这边开始 这些树啊都是这个小庄园的 然后再往里走 看它里面的这个院子哈 给你们看一下 待会我们还是会进院子看 但是我现在站在外面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边 这边主人之前种了一些这个葱啊 还有菜什么的 包括现在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多家建起来的一个车库 然后再往这边走 你看这一块都是这个小庄园了 待会我们再去漂亮的院子看看 这个小庄园的特点就是 学区非常好 占地非常大 睡又很低 但是房子的话 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亮点 因为它毕竟不是很新了 1984年的房子 并且这个房子没有翻新 所以房子只能说 就也还好 比较规矩的那种 我们先不进门 再从它另外一面看看哈 它另一面一面 还有你看我走过来这么长 都是 还有一个小鞦韆 然后你看树上挂了小鞦韆 这棵树也是这个小庄园的 然后从这儿呢 还做了一个这样的船屋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船 会停在这边 专门做的 好 这就是这个房子外观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就进这个房子看看 房子里面是什么感觉的 一打开门呢 就是这个条高就是一个八尺的一个高 并不是非常高 然后右手边进去是卧室的部分 前面是客厅的部分 左手边就是餐厅的部分 我们先从左手边开始 这边是餐厅 餐厅的旁边是厨房 所有的电器不是最近换的 但中间是有换过的 然后橱柜就这种原木色 就被我翻新过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保养的状态是很好的 你看 边边角角的 你们看得出来 石木的 像这种全是石木的 然后包括你现在看到的其他的一些 金属物件的保养也都是非常好的 它的这些洗碗机啥的都用的是Kitchen 8 蛮好的一个牌子 抽烟机也是非常好的这种抽烟机 但是它的这个炉灶是一个垫的 并不是气的 而且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这边这个餐桌呢 是一个早餐厅 早餐厅再往里走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客厅了 我们还是从正面进客厅看看 走进来就到了客厅的部分 虽然房子一进门是八尺的挑高 但是客厅这边还是做了一个高挑 是这样子的 这种感觉的一个高挑 然后呢 再出门就是院子 我们最后看院子 因为这个房子的亮点 就是这个院子 我们现在在一楼先看一下卧室 这边进来呢 就是卧室的区位 储藏间 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客卧 客人用的卧室 没有太大的一些特点 地毯都换新的了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然后这边我们就进这个洗手间了 洗手间没有最近的翻新 这个翻新看这个风格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的一个翻新了 包括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小柜子 你看它大理石的风格 还有这些浴盆的风格都稍微旧一点 只是说保养的还不错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洗衣房 我们现在进的这个位置 就是主卧的来折 主卧的整体感觉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有翻新的 感觉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翻新 浴缸的保养都还不错 只是风格上可能跟现在那些风格 就有点不一样了 主卧的衣帽间 这边是洗手台 一般看这个翻新的风格 就看橱棍 看大理石台面 就一目了然 好 这就是这个房子 一楼的一个整体构造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房子的二楼看看 原木色的地板 但是全是石木的 一上来之后 公共区域也都是石木地板 上楼的第一个卧室 这种感觉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保养的算是可以 然后过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所有的卫生间的保养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卫生间其实都应该是翻新过的 这是不是最近而已 然后呢 再到这一边呢 就有另外一个卧室 就是楼上的卧室 所以它一共呢是五个卧室 楼下有三个卧室 楼上有两个卧室 好 这就是整体房子内部的结构 现在让我们去它漂亮的院子看看 那这个房子 买也就是买它的位置 它的学区 它的地税 然后它这么大的占地 还有它漂亮的院子 一进来之后 你就看得到它这个院子分区域了 这边是泳池的区域 然后另外一面呢 就是它这个湖水的区域 然后这边一个大的派丢 我们先从左手边开始 从泳池的这个区域开始 它把泳池的区域完全都给 这样隔离起来了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比较放心 这个泳池的区域有两个房间 这边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 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套间 里面做的很板张 这个房间的新的程度 应该说比它主要的这个房间 要新好多 并且有一个这样的厨房 完全就是一套 然后呢再往里走 就是一个卧室 卧室还是很大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完整的洗手间 然后里面还有洗衣房 所以它完全就是比一个apartment的感觉 还要更好的一个类似apartment的感觉 很多这样的小庄园都有这种套间呢 所以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就看到的就是这个院子 有几棵非常大的树 然后这个院子另外一部分 我们仔细地看 你看这个小套间的外面 还有这样一个小caddy 而且给这个套间把这个小院给围起来了 好玩 然后这边有跳跳床的部分 然后这个房子单独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水塘 是Kitty很中心的 学区非常好的位置 但是又非常静谧的一个小庄园 在这里钓鱼啊养鱼啊 都肯定非常舒服 哇是自己的私人水塘 那边有来了几个小鸭子 这些都是野生的 看这一片都属于这个房子 小鸭子好美 然后再往这边看呢 像这个房间是它做出来的一个车库 其实就是跟个仓库一样 因为休斯顿有很多人它是做贸易的 所以像这种房子学区又好 住起来又还挺舒服的 位置又不错 如果你做贸易 货量不是很大的那种 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易的仓库 如果开个party在这烧个口 多美啊 自己的水塘 自己的小鸭子 然后呢主人在这还建了这样一个小房子 小房子里面还有空调 我们进来看看是什么 这好像是养鸡的鸡棚 这个是养什么的 鸽子吗 反正就是养一些家禽的 然后这个里面你看 就看不见里面是什么 门也打不开 哦 仔细看看能看出是什么了 就是里面养鸡或者养什么家禽的一些东西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鸽子网 一个小鸽子网的 它可能之前在这养过 一些什么小家禽 但是它弄的还是区域分得很明确 你看这边养一下家禽 然后这边有车库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不算车库 只是做了一个仓库而已 我们进去看看 整体这一大部分都是这个房子的 所以真的你要买这个房子的话 可以在这房子里边做好多好多的工作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我在门口趴着看了半天干嘛呢 就是这样的 哇这个这个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工厂厂房一样 它上面是有空调的 然后调高也比较高 做个小厂房都可以了 好棒啊这个 如果因为因为我家里人就有坐牌帽 有的时候需要仓库或者是小车间的 所以我看到这种我就有点觉得 嗯很好使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休顿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就要抓紧时间了 像这种功能性比较齐全 又有自己的小水塘 又地税很低 又可以有个什么小仓库小厂房的这种房子 真的是太难得了 再加上这个房子还学区好 你说气不气 除了房子本身的量力不是特别大之外 其他的地方真的是堪称完美 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一个 功能性齐全的小庄园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到底离各个地方有多远 它的位置到底是有多好 这个房子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 它距离Costco这种商场非常近 只有六分钟 因为它正好就在一个99号高速和12号高速的交叉路口 学区又非常好 然后距离Kitty这边非常近的医院 也就十分钟的距离 因为这些大型的这个商业中心 全都是在高速公路交叉口的 还有就是如果您要去一个华人超市买东西的话 它距离华人超市的距离基本上也就是十几分钟 如果它距离这个比较大的Kitty Mill的这种大商场 也就是八分钟的样子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位置了 结束了